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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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民溜です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阿爾吉利亞 不過在介紹阿爾吉利亞之前 我們來先聽她的一個聲優表現是如何 怎麼樣啊 是不是受不了啦 這一隻不僅是利會好看 連聲優都非常的婆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看一下她的面板素質 首先是耐久部分 耐久在眾選裡面排名第八位 不愧是擁有奧倫胸部裝甲的 這個耐久果然不能小看 再來是莊田 這個莊田其實是第一名耶 眾選裡面的第一名莊田 這非常的可怕 再來是火力 火力也是不簡單 有第六名 279第六名真的很厲害 前面其實都是排名一些怪物啦 比如說什麼羅恩啊 還有什麼斯佩伯爵他們 接下來雷莊一般般 迴避也一般般 對空其實也還不錯 244算是標準的一個對空 命中居然排名第二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即時眾巡最缺的就是命中 那他有高命中 那代表他的輸出應該是蠻到位的 再來樹莉 就一般的眾巡樹莉 運氣其實就是在中間 不上不下的 主炮效率125% 魚雷效率175% 175%其實相當可怕 因為他的雷裝本來就有200多 配上175的效率 其實是有傷害的 姑且看來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高雄級 可是在面板上面 他比高雄級還要再高一個檔次 輸出有高雄級 其實在坦度生存方面 其實也是高於高雄級 所以他攻擊跟生存都是高於高雄級一個檔次 這艘船其實在白皮面板上面 表現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別忘了這個船是法國船 他還可以接受黎序里的buff 這一buff下去 真的是很多人都望塵莫及啊 好接下來看一個技能 第一個技能 是自身對於被點燃的角色 有額外15%增傷 只要對方被點燃 我打他就是15%增傷 再來進度20秒之後呢 他會觸發一個會有點燃效果的彈幕 20秒必定會觸發這個特殊點燃彈幕 再來主砲發射時 有70%會發射這個特殊點燃彈幕 那這個內建是10秒CD啦 所以等於說你10秒內 是不可能再發射這個彈幕 所以你就算在怎麼歐洲也是要等10秒 那這個特殊點燃彈幕呢 其實還蠻痛的 是流彈屬性的 不過他點燃出來的傷害只有8點 是真的只有8點 他只是就是讓他成立一個點燃的效果 讓他有額外的增傷 當然你別人點燃的效果 當然也可以使他能夠有所增傷 再來他自己本身的全彈發射 看起來像是流彈屬性 不過他這個全彈發射呢 是半穿甲彈 他是有穿透力的 反而對輕甲重甲是比較沒有輸出的 所以他是有流彈也有半穿甲彈 這兩種彈幕的一個效益在 還有魚雷可以打擊重甲屬性的怪物 所以他在混傷的模式裡面 打輕甲打中甲打重甲 他都是得心應手的 好我們看到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是開場就會生成一個20秒的護盾 然後每30秒再次生成 所以20秒50秒80秒都會有這個盾 那這個盾呢可以擋5次魚雷 那如果這個盾如果一直存在的話 他會提升自己的活力15% 那而且是對驅逐還有戰艦 額外再提高這個12% 前面有15%的點燃增傷 如果盾還存在的話再加12% 等於他會有27%的這個增傷 再配上離序流給他的buff 這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另外一個比較激熱的技能是 這個你只要是手動的時候 非自律的狀態5秒後 他就會提升自己的激動 那這個迴避值可以幫助你生存再提高一些 航速再提高一些 讓你移動比較好閃子彈 如果回去自律模式的話就會消失 這個之前我們也講過啦 法國本來就是比較重手操的一個陣營 手操當然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忽略他吧 單純這個技能就是可以額外增傷 跟減免這個魚雷的傷害 好的接下來我們來推薦一下裝備好了 這裝備你可以直接用這個專武阿爾炮 其實也不是專武啦 活動可以換的阿爾炮 當然你也可以用我們科研的路易炮 流彈板的路易炮 至於這兩者之間 他們到底存在了哪些細微的差異 這個我是放在會員專屬頻道裡面 有一支影片去分析他們的差異 不過基本上差異也不是太大啦 你要用阿爾炮也好 你要用路易炮也好 都可以 只要能夠點燃就會有傷害 再來如果有人幫他可以點燃的話 比如說像他配上離序流的話 離序流很多彈幕都可以造成點燃 這時候呢他用羅恩炮 也就是那個側甲炮 打出來傷害面板威力也很高 這樣打出來也是不錯的一個傷害 那魚雷用磁聯對空選有命中的對空給他是不錯的 如果是要虐賽沒有生存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配一個彩棒給他 因為他有不錯的魚雷效率 然後有壓舵嘛 想要加生存的話 可以把他彩棒換成這個維修 想要對空的話 也可以把他換成對空的雷達 所以這隻角色你要他作為彈也可以 要他作為輸出也可以 這隻角色真的還蠻萬用的 而且還可以配上離序流的buff 真的是很OP啊 而且立繪又那麼好看 好啦 以上是今天對阿爾吉利亞的詳細分析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阿爾吉利亞 那這隻角色除了角色很厲害以外 他的立繪泳裝系列也是非常的可怕 不過礙於尺度的關係 我就至少讓你們自己去親身體會他的泳裝系列啦 好啦 那我是草皮牛 有問題的話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又大會 有一張星期隅 俸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